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当地时间25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,他和国会两党领导人,已经达成一项协议,可以让美国联邦政府结束停摆,并重新开门运行三周时间,但协议不包括特朗普此前要求的修建美墨边境墙的57亿美元拨款。 特朗普说,他将签署临时拨款法案,以结束当前的政府停摆,维持联邦政府运作至2月15号。 在此期间,国会参众两院共和、民主两党议员将组成快党派委员会,就加强国土安全的资金问题提出建议,以争取达成长期预算案, 但如果双方在这段时间内,无法达成一致,他将让政府再次关门停摆,或者利用总统职权宣布,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,命令军队修建边境墙。 美国舆认认为,这一步包含边境墙拨款的临时协议,是特朗普向国会民主党人做出的重要让步,而特朗普妥协的主要原因是,巨大的民意压力,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不应,将边境墙和政府预算案进行捆绑。 在达成临时协议前,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,六名共和党议员,甚至在24号投票,支持民主党人提出的不包括边境墙拨款的政府预算案。 新闻链接美联邦政府史上最长停摆 联邦政府历史上的最长停摆,在持续了35天后,终于要结束,并重新开门运行三周时间。 政治分歧难迷和政府停摆,因白宫和民主党,就美墨边境隔离墙问题僵持不下,继民生而随着停摆时间的不断延长,危害的触角,不仅身向政府雇员的荷包,也波及更多社会领域,冲击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。 据白宫此前估计,联邦政府现在每停摆一周,美国经济就损失大约12亿美元。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·威廉姆斯18号更是指出,政府部分机构停摆,已成为阻碍美国经济增长的新阻力。 经济学家的预测显示,政府停摆,可能会将今年帝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拉低0.5至一个百分点,二十的美国人难承受上发一测工资,由于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,数十万政府相关部门雇员的薪资也暂停发放,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面临消费吃紧,无力偿还账单的困境。 之所以有这么多政府雇员,迅速陷入若不复出的窘境,主要原因之一,是许多美国人没有储蓄的习惯。 美国政府部门和企业,一般每两周发一次工资,而美国福克斯新闻的调查显示,二十的美国人少发一次工资,就无法支撑日常开销。 十八的人能承受半个月不发工资,十六的人能承受一个月不发工资,六的人能承受两个月不发工资,而只有三的人,能够承受上发五次工资,也就是七十天不发工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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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